花莲县文化局今年整修演艺厅 而在民国81年购置的石坦威专业演奏平台型钢琴D274 随着同款的辛勤进驻 功成身退 经文化局评估后捐赠给了花岗国中 供学校异才班教学使用 也期盼让钢琴发挥最大的效益与价值 花岗国中为了迎接石坦威钢琴 也特别新设恒温恒湿的琴房迎接这位教课 花莲县文化局演艺厅在今年做大规模整修 相关设备太旧换新 包含民国81年购买 使用超过30年的旧型石坦威D274专业演奏平台式钢琴功成身退 经过文化局评估后决定捐赠给花岗国中 供学校异才班教学使用 并在花莲县文化局长张耀诚及教育处长李毓仁见证下 正式捐赠一部花岗国中异才班 从民国81年花莲县文化局 采购了这台这个平台式的石坦威钢琴 到现在已经快有三四个年头了 所以也许三四岁好像还蛮轻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正直壮年的钢琴 去来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在音乐的练习下面 能够如虎添翼 大家的音乐的人生当中 因为这台钢琴能够更丰富 学的就更精进 我们在去年十一十二月就开始接洽这个事情 在今年寒假的时候就开始打造这个独立的空间请房 那一直到呢到上个上上礼拜五月八号 钢琴呢就是透过文化局那边帮我们移送到我们学校来 那之后呢我们的保存就是每天呢让它的湿度还有温度都是很温很湿 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学生 包括我们自己的学生 或者是花莲县更多喜欢弹钢琴的小孩 都有机会可以弹到这样名贵的钢琴 那学生也借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触到民情 其实以前我们在弹琴的时候呢 都必须到文化局去借场地借它的钢琴来做整个年度的一个营业会 那如果这部钢琴到学校来我们就可以随时去培养学生在音感啊 或者是音乐啦的享受的部分呢都可以有长足的一个进步 纯手工打造的石坦威钢琴 杰出的音色和用料在中古琴市相当保值 当时文化局采购市价近三百万元 二十八年后价格与价值不减 虽不适合专业研究会使用 但情况仍然良好 师生得之后都相当兴奋 以迎接贵宾的心情筹备 并特别兴设恒温恒湿琴房 编列预算定期保养维护 期盼借由这首屈一指的民情 邀请更多杰出音乐家指导学子 提升华联学子的学习及参赛的演出表现 记得蒋邦彦华联市报导